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前面已经跟诸位报告过了 这个地方或许有人疑惑 会提这样的问题来发问 不过等 像孔车嘉林拼且共鸣之鸟 这是那边我们想象当中 奇异真情一定是很多 那么这些名词不是畜生道的名字吗 这个提出的问题是 这个名称不是畏道的名称吗 答 既非罪报 这个大里面的意义非常之深 这页页名字借权如来究竟功德 所谓究竟德何等无非信德 哪天其无名在 这个事法跟出事法 争望 争望 邪正 是非 善无都没有绝对的标准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比如我们讲最清闲的这个善无邪正 古人的标准跟我们现在的标准就不一样 古人很多地方认为善的 我们现在称为无的 我们今天认为无的 古人认为是善的 古今不相同 再以后呢 中外不相同 我们中国这个标准 善的标准 外国人觉得那不是善法 外国人认为善的标准 我们中国人认为那个不善 那么由此可知 古今中外的标准都不一样 我们中国俗话所说 人者见仁 智者见智 这个就是说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那么此地呢 也是随着个人看法 反复看法 这个伯和孔秋 这个是畜生道的名字 这个佛菩萨的看法 大臣经上所说的 像这个华言原觉里面所讲的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不但是出生道 恶鬼地狱也都是趁心就近的名号 这个就是说 我们自己修养程度提升了 你的看法跟世间人自自然然不一样 那么尤其是我们身在现代这个社会 跟以往完全不相同 可以说 从前人讲这个革命的时代 今年全世界走向一个死无前例的 一个革命的时代 这个话怎么说呢 从前交通不发达 资讯不发达 从美国寄封信到中国要两个月才能寄到 两个月还算是快点了 现在传真这个地方放下去 那你就看到了 所以以前消息不灵通 思想是封闭的 现在完全开放 交通编辑 资讯发达 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 发生一点点小事情 我们立刻就知道了 换句话说 整个地球 仿佛变成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 现在是这种情形 那么这一个大跌变更 就是诸位要想的 每一个国家民族 历史不相同 文化背景不相同 道德观念不相同 生活习惯不相同 那么这个突然之间结束 里面的矛盾冲突 在所不免 这是个麻烦 如果不能够虚心地去探讨 去了解他 认识他 那么换句话说 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有和平 所以这是一个接触当中 许许多多的冲突啊 我们要想的 过去在中国弘扬佛法的 只讲佛法就行了 顶多那个讲的好的 对于儒家道家 诸子百家通达一点 不需要讲外国的 今天我们了解的 你要真正把佛法讲好 世界上六大宗教的典籍 要不要去设议 要啊 这世界每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 你要不要去念的 要念的 你不了解他 就里面就有一个个客 就有一个冲突 就有一个矛盾 所以今天比过去艰难太多了 我们到美国 我到美国 第一个一桩事情 就是念美国的历史 我必须了解这个国家 了解这个社会 了解从欧洲各方面移民到这边来的人 他们的风俗习惯 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习性 我们才能够在这边 和他们接触 能够非常融强 我们常常提到的佛法要弘扬在全世界 利益一切众生一定要做到两句话 第一个是现代化 第二个是本土化 大家才欢欢喜喜接受啊 佛教传到中国 年轻年 公元67年正式传到中国的 跟中国文化结成了一体 完全不能分割了 原因是什么呢 佛教一进入中国就中国化了 就是我们讲的那句话 现代化与本土化 它跟中国人的思想 生活习惯 道德里面完全融成一片 所以中国全民接受它 容纳它 成为中国自己的国王 那么再看看基督教在中国 它的历史一百多年了 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历史 大概有一半三四十年 我曾经听一个美国的牧师 告诉我 在中国整个中国 包括大陆 他们的信徒才一百多万 所以他这个牧师说这个话很伤心 他说我们多少人在这里工作 一百多年才只有一百万的信徒 但是他不晓得他为什么失败 他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 他要跟中国历史文化背道而驰 中国人不能接纳他 第一个 他不卖祖心 中国人是以孝道为基础 中国人是以孝道为基础 这个不要祖心 这个人就忘本了 我们怎么会容纳他 所以中国的伦理道德他们有去研究 中国的历史文化他并不了解 完全拿着外国人到中国 要中国人学做外国人 那么换句话说 少少有知识的人 念过中国古书的人 决定不会宿典王宗 不可能接受他 失败的原因在此 他不能做到本土化 不能做到现代化 用这种方法在全世界弘扬的时候 那个路途依旧非常艰苦 为什么呢 任何一个国家民族 跟你的想法看法都不一样 怎么能接纳你 怎么能够容受 我举的例子很简单 佛教到中国所建的这个道场 中国宫殿时代 不是印度那个教堂寺庙的样子 如果把印度那个样子建在中国 我们中国人绝对不会进他的道场 这个就是他高明的地方 胸襟扩大了 没有自己啊 假如基督教的时候 如果要有佛教这种智慧 到中国来传教的时候 教堂盖成中国式的 那他今天至少有一千万信徒都不知 这也就是不知道本土化 要求你们要信我 要做外国人 把你们自己的祖先父母都不要了 这怎么可能 这大错太错啊 那么佛教对任何国家民族 他的态度是绝对尊重 这个大家欢喜 对你一句话说 完全没有一样 是对你的 他将就的是圆荣啊 那么诸位了解密宗里面 那些神呢 非常知道 像这个西藏的密宗 如果诸位念一念这个西藏的佛教史 你就会恍然大悟 佛教没有到西藏的时候 佛教传到西藏很晚 比我们中国要晚六百年 这个佛教传到西藏啊 是唐朝文臣公主 把佛教传到西藏去 但是佛教没有去的时候 西藏自己有他的宗教 那么他们所拜的这个鬼神呢 很复杂 佛教传过去之后呢 这是佛教非常高明的 有没有反对你神呢 没有 完全接纳 完全接纳 连你的宗教仪式都不改变 但是 讲法一一 用佛教的精神灌进去了 换句话说 把你那些神教都变成佛教了 这可高明啊 这是真正的智慧啊 因为他们宗教已经信仰那么多年 在那个地方根深蒂固 你要是反对他排斥他 那么换句话说 佛法就不能在那个地区立足 没有办法利益一切众生 佛法的精神是叫你折磨啊 所以佛法修学我们非常了解 他教人的时候 这个总纲灵就是三句话了 这耳不靡啊 这是佛法修学的总纲灵 这是佛法修学的总纲灵 所以你拜神 佛在神这个神的真相 完全给你说明 那就不神明信 我们敬扬神之德 我们效法神的聪明 正直 这就变成教育了 那从前呢是迷信的 现在对这个神不迷了 那以前信仰呢 是习近 知见不正 佛给予你智慧 让你的信仰是正性 不是邪性 以前呢 以前呢 你身心呢 不清静 现在佛法教给你身心清静 静而不然 这个对于任何宗教 都有好处 都有利益 不但对宗教 对学术 甚至于对科学 都有直接的利益 有很大的利益 那么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 就像在余荣的法界里面 这个摄法界是平等的 所以大惊善强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那哪有差别 所以佛法是最平等的 成佛就是成就热正尽的圆满 你觉悟圆满 你正知正见圆满 你清净心圆满了 这也叫做成佛 为什么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呢 佛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的自信里面的觉真境 它本来是圆满的 换句话说 宗教里面赞美上帝 全知全能 大乘经上告诉我们 全知全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信 信德就是全知全能的 那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们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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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能 舍掉了 怎么舍掉呢 佛告诉我们 因为你有 因为你有 妄想职责 把你的全知全能 招待住 虽有 虽有 写不出来 所以佛法教训 佛没有东西给人 啊 主要想的 如果说佛真有东西给人 那是毁谤佛 佛 佛无非是教你 你只要把你的妄想 你只要把你的妄想执着去掉了 你的本能就恢复了 恢复是你自己的本能 不是佛给你的 你自己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只要把这个障碍拿掉 就成功了 所以这个障碍 不是真正 智慧跟能力是真的 障碍不是真的 这个奇心论理都说得很好 本觉本有啊 不觉本无啊 不觉就是迷惑颠倒的 这个本来没有的 那么本有的 当然可以恢复 本无的 当然可以去掉 所以你懂得这个道理 了解四十真相 你对于修学呢 你就会有信心 一定能够成就自己的智慧得能 这个是最重要的 智慧得能先行 我们世间人所求的这个佛报 那是鸡毛蒜皮小似的 那是附带的 哪有不圆满的道理 可见的一切的这个故事 都是迷惧染啊 这个东西是最可怕的 这是佛法里面讲的 这上面三个 这个就是圣 这个底下的三个 这是凡啊 尼歇然就是凡 绝正经就是神 绝正经叫佛菩萨 弥歇然叫六道凡夫 就这么一回事情而已 那么绝正经是信的 明显然又何尝离开本性 所以跟你说 迷雾不二啊 然静亦如啊 就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明了 这一段的意思 你就都了解了 所以任何一个名字 都是全虚如来究竟的功德 这个极乐世界 一切的事实 前面经上说过 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做 再看底下这一段 问 化作众鸟何意呢 这都是假设的问答 佛为什么要化作众鸟 来说法 他有四习英语 凡情喜此诸鸟 顺情而化 宁欢喜也故 这是第一个 四习 就是四习谈 这个四习谈 这个习就是普遍的意思 普遍的 台识施鸟 普遍平等的不识 这个里面没有条件的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的 完全是平等普遍的不识 那么这有四种 这第一个呢 就是欢喜 福教化一切众产 第一个 要叫接受教化的人 深欢喜心 他对你不能深欢喜心 怎么可能接受你 第二个是 鸟上说法 另闻深善故 鸟都会说法 想想我们很惭愧 人不如鸟 可以能够谨测自己 勉励自己 这孙善 我们这个善心呢 自然就生起来了 不于鸟起下列响 对之分别故 本来我们对这个鸟禽兽 看清了 没瞧得起它 现在鸟居然能说法 居然能够做我的老师 于是对于鸟起了尊重性 不会也轻慢它 这个是把自己的烦恼去掉 什么烦恼呢 供高抹慢 这个习气 断除自己的习气 鸟即弥陀 阿弥陀佛变化速度 令悟发生平等 五无不远 五无不躁 在这个地方 如果 你要是深深去体会 阿弥陀佛信得变现的 也就是自信 自信 变现之无 那么换句话是 哪一样不是自信 于是从这个地方 确确确确实实 令人恍然大悟 鸣心结晰 这是第一意义 这是最殊胜的利益 这个是四席的利益 然后我们再一条一条 来说明它 第一个 佛说法 心关机 这个是在讲教学法里面 说实实在在 佛实在讲是最高明的老师 他教学的方法 我们今天讲教学法了 真正是第一了 所以凡是亲近佛陀 没有一个不开悟 没有一个不正果 没有一个不正果 得利于他教学方法之好 那么他里面最重要的 先要将观机 观察 接受教学的这个人 观察他的根性 他的根系 用现代话来说呢 他的程度 他的爱好 他的生活习惯 他的思想背景 一样样样样都了解 然后运用这个方法 就能恰到好处 我们举一个很清醒的例子来说 我们在讲台上学习讲演 或者讲书 这个给学生上课的时候讲书 讲经 经跟书是差不多的 要怎么个讲法呢 才能讲得很成功呢 我们从佛经里面 所以佛的教学 这个原理 得到了很大的启示 于是我们把它总结起来 讲习当中有七种事情要注意 第一个 我为什么讲 这是宗旨 这个最重要 为什么讲 那么像释迦牟尼书 他为什么讲 他是为我们破米坑 他为这个讲 那么换句话说 他的目标非常鲜明 众生在迷 佛要帮助他去 众生 知见不正 就是说思想 间接错误 他要把他纠正过来 众生的心地污染 他要叫他在清静 他为绝正静而讲 这目标很清楚 我为什么讲 那么第二个问题 我为什么人讲 对什么人讲 这个人要清楚啊 人的根性里有利根有钝根 那这个就叫关机 你必须对这个人要了解 所以说 古人跟金人思想不一样 生活方式不一样 喜爱东西都不一样 都要考虑到啊 第二个是 为什么人讲啊 那么在我们这个社会上 读书人 跟读书人有读书人的讲法 读书人喜欢明理 一般大道理啊 说得很透彻 他听得很开心 做生意人想赚钱 他想法就不一样了 你跟他讲这个经 这个经可以帮助他赚钱 可以帮助他拓展 他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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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一 那他听得越高兴啊 所以一切众生他们的所学的不一样啊 他的工作不一样 事业不一样啊 我们这同样一部经典 种种不同的讲法 活的啊 不是死的啊 那这个做军人你要打神仗啊 或者今年可以帮助你打神仗啊 所以他称之为金呢 无论用在任何一个学书 任何一个行业 都是第二 没有第二点 他才会受一切大众的欢迎 佛经是这样的 再告诉众位 儒价经也是这样的 论语大家很熟悉 宋朝的赵普 这在历史上有名的 半步论语至天下 宋高宗 建立政权 宋太祖 他有什么能力帮助 这个宋太祖 建立政权呢 太祖太祖 太祖太祖 太祖死了以后 太祖 宋太祖 太祖 太祖 即位的时候 依旧任命他 祖宰相 他给太祖说 我再以半步论语 保尼 治天下 前面跟太祖 是半步论语得天下 他就是一步论语 做了宋朝的宰相 运用在政治上 运用在军事上 运用在军事上 同样可以运用在经济上 运用在工商事业上 因为经典里面所讲的是 原理原则 像数学里的工事一样 它是核的 它不是死的 这个中国也知道 所以我们也想得 对什么人讲 我常常讲经的时候 尤其是在佛学院教学生 我再告诉他们 你们讲的上台讲经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那才行吧 那才能讲得通吧 决定不是说 舍一种讲法 对一切人讲 那就注定失败 所以我讲东西 对中国人是中国人讲法 对外国人是外国人讲法 绝对不一样 但是我这个理论 决定不会有 对外国人的国家不一样 对日本人讲法 跟对美国人讲法 完全不同 为什么呢 他们的历史文化背景不一样 道德观念不一样 生活习惯不一样 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 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 你懂这个才行啊 对什么人讲 那么环游呢 在什么时候讲 天下太平的时候 有天下太平的讲法 天下大乱了 有大乱这个时候的讲法 那讲法不一样 像美国现在经济不景气 衰落的时候 在这有衰落的讲法 在它鼎盛的时候 有鼎盛的时候的讲法 不一样啊 这是讲实戒音乐不相同啊 这是大的 小一点说一年四季 春夏秋冬啊 我们人的情绪不一样 当我们欢喜的时候 你正在欢喜的时候 因为你欢喜 欢喜心能接受 正在傲丧悲伤的时候 那是另外一种说法 这才叫契机 那么佛的这个教学方法 对于这些思想上 透彻的真到了圆满究竟呢 这是大学问 你要不细心去体会 怎么能够把它应用在生活上 应用在教学上 所以要懂得世界里面 这些呢 都叫关机 统统清除了 明白了 就好像我们 那个大夫啊 治病啊 先诊断了 对你这个病情完全了解了 然后再考虑出方 考虑出方 第一个 那就是我应该要讲什么 就是说佛的经典这么多 我应该选哪一种经 正好对于这种假药 这才选择 可见的 选择是为众生选择的 不是为我选择的 这个大夫给人看病啊 那个厨房是为病人厨房的 不是为自己厨房的 所以经论这么多 我们在这个里面选择 选择这个经之后呢 怎样讲 这个就是讲的技巧 这个技巧里面 这种斯西坛统统都包括在里头 用什么方法 你说的 他欢喜接受 真正能够领悟 帮他破密开悟 使他得真实的利益 那么这个最后 讲完之后 要检讨效果 然后再求改进 这是我们做学生学习的一个阶段 所以你不懂的这些教学方法 很难 很难了 那就非常困难 所以他是因尸因地 因死种种不相同 那么这个第一个 这就讲 繁琴这个世界 喜欢小动物的人很多 繁琴喜欢 特别的喜欢这些鸟 为什么没有讲到其他的小动物呢 其他小动物喜欢世界有没有了 决定是有的 为什么没有说呢 大部分人喜欢养鸟 在我们中国养鸟的人很多 鸟叫的声音很好听 现在到大陆 还有人拿着鸟笼的时候 早晨出去到公园里面散步的 那么这个在 在美国这边少 美国这边养小狗小宠物的 养这个多 这个就是每一个地区 他们这个风俗习惯不一样 中国人喜欢养鸟 所以说你所喜爱的东西 顺情而化令欢喜不 你说佛的教学 多么开放 多么的随云随众生 绝不执着自己 所以他的东西 能叫一切大众欢喜接受 他没有固执 你喜欢什么 就你喜欢的来教 这是他的高明处 所以他在任何一个国家地区 第一个他不破坏你的信仰 不破坏你的生活习惯 不破坏你的文化背景 他一切都顺从你 那怎么不欢喜 顺从你 使你更理性化 更美化 更圆满 你说哪一个人不欢迎 这不是真正的高度智慧 做不到啊 这是说 于一切众生 绝对没有冲突 只有圆容 没有冲突 第一个就是顺情而化 这叫世界戏谈 能够把这个教学推展到全世界 他的这个巧妙就是能令一切众生生欢喜 第二呢 这叫孙善 这个诗叫为人戏谈 那么换一句话说 就是教学的内容与成果 一定帮助你孙善 帮助你短窝 也就是说 这是我的 要帮助你断掉 这是善的 要帮助你生气 这是佛法教学 所以说 在此地上 扭上说法 令孙善 说法 用这些方法 都是随顺众生的喜爱 你比如说 在中国 中国跟古印度有很多地方相同 这是佛教到中国来的时候 被中国完全接受 而且发扬光大主要的一个原因 中国的道童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孝亲尊私 佛法这个传统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所以地藏经是佛家的孝敬 地 地 是大地 这是代表的意思 大地 含藏着无尽的宝藏 我们要依靠它生存 佛用地 佛用地 代表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地 我们心地 有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德能 无量的才艺 一切都是无量的 地 我们小的 我们不耕耘 我们就没有无故咱俩的收获 我们不开采 这个里面的 地下的这个 金银铜铁这些矿物 我们就不得其用 我们心地里面的宝藏 一样需要开采 用什么方法开采呢 一个是孝 一个是敬 孝敬 不门 关键 孝勤 孝敬 所以 中国的道通 跟印度佛家的道通 都是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 孝勤 尊死 我们才能够真正 把自己本性里面的信德 开放 发扬广大了 孝敬 这就是 孝敬 才能真正 达到了圆满 这是孙善 不与鸟其下列响 这是对质 我们 不会 对这些动物 看清了 小的 情与无情 同源种至 这是佛在华言经上所说的 不但一切动物是平等的 职物矿物也是平等的 全都是自信 变性 这是华言经上所讲的 为心所信 为师所变 摄 也是我们真心本性 真心本性起作用就是 所以是自信所变现之物 那哪有不平等的道理 所以参加了 常常看音 这个见信的人 就是开悟的人 这见信 信在哪里呢 随念一物在这里 对呀 样样都是啊 所以物了之后啊 偷偷是道 左右逢远啊 没物的时候 处处都是障碍 物了之后啊 所有一切障碍都有了 直到一切法同是自信 古人有个比喻说 如今做器 器器皆进 那这把金 比喻做本性 把器呢比喻做万物 金在哪里啊 哪个金皆在这 哪个金桌子在这 都是啊 这才是佛法 这才是佛法 将平等的真正原因 他本来平等的 同是自信变现 所以这个共高我慢呢 这个念头完全都没有了 万法是平等的 鸟尽弥陀 西方世界里面种种设施 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做的 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主要知道 阿弥陀佛是我们自信变现的 所以自信弥陀 唯信净土啊 由此可知 是西方的故土 阿弥陀佛是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 不仅是西方世界 净虚空变化界 一切诸佛叉土 一切众生 就连佛也报夸了 哪一样不识自信变现出来的 所以佛在经上明白地告诉我们 心外无法 法外无心 心更伤之一 不仅二 心更伐是一 心是能变 法是所变 能所不二 譬如心是精 法是气 精跟气怎么能分开 所以诸位真正领悟到这个道理 真正觉察到这个四十真相 你的心平等 真平等 僧佛平等 动身更佛平等 情与无情平等 一切万法平等 领悟法身平等 无不拘 这是离 心性里头 一样不缺 圆满具足 无不造 这个造就是变性 具足是他的本能 他本来具足 六足大师开悟的时候 都是给他的老师吴祖说 何其自信 本来具足 一样都不情趣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就是无不造 能生万法就是无不造 如果你要误入这个境界呢 那你跟禅宗六足能大师没有两样 所以他这一段经文里面 喊的意思实在是非常的深光 这意义非常深的深光 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 此中邪 威风 树王等因 那一切一正价实 当体即是阿弥陀佛三身四得毫无差别 诸位如果把我将才讲的这些话 能够听懂听明白 这一段就不需要解释 就都能够领会了 这一段里面 只是把这个众鸟啊 往外面再一推广 推广到无情中三 所谓是植物矿 众鸟是动物 这是推广 也就是前面无不拘无不躁的一份四十 微风 这我们现在人晓得 这是大气的流动所产生的 那么也是我们自信变现的吗 没错 这个道理就非常深 佛在经文上常讲 一报随着正报转 更希望多一个 要能够了解 不再了解 要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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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暴 使物质 是现象 震暴是人心 所以这个震暴是心 低暴是震暴 跟这一样 心是主宰 我们一个人 一生的命运 反复 都有一个定数 定数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你这个心 善物 你心善 心善 当然你的行为就善 你就得善报 善报就是义报 你的义报环境就很好 你这一生很幸福 很快乐 做事情 样样很顺利 都能成功 都能美满 是这么来的 心要说我呢 你的行为当然有 那么你的义报 那么你的义报就不好了 所以义报是随着震报转的 这义报呢 我们身体是义报 是最密切的 身体外面 一切生活环境是义报 当然 这个气流移动 也是义报 乃至于我们今天讲的太虚空 太空当中 无量的星系 都是我们的义报 什么人做主宰呢 心做主宰 心是真正的主宰 这个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去观察 在中国历史 大凡师 智世的时候 就是这个世间太平 人民呢 丰益作实 这个时候 这个道德的观念 人心的诚厚 一定是 在国家动乱的时候 人心就拨落 很多的坏习气 也先前 所以感召 世间的动乱 也敢来天灾人后 天灾人后 都是属于义报的环境 这个里面 付给我们讲 有共业 有别业 共业当中 有别业 别业当中 有共业 这个共业是什么 大众都要受这个灾难 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受 这叫共业 跟一起受的时候 我个人比别人生活得更幸福 那叫别业 我们跟大家造一样的业 这是共业 我们跟别人造不一样的业 这是别业 所以共业别业 皆有善我不同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那么西方世间 纯善无我 都是修哲真经 二方世间 心地都心经 心经 在途经 真报 经 一报 当然就经 后悔 还有一个修行 修到真正到家 这正经 真正达到究竟圆满的 阿弥陀佛 他在那个地方 主持教化 我们自己以清净心 与佛的 约正经 感应到家 那医报 哪有不好呢 所以 威丰 术网 这就代表一切的物质环境 这个术 经上讲的 七宝杭术 网 是将 树上 庄严的 罗网 在我们 中国古时候 这个罗网是 庄严宫殿的 还没有到一般树上 在这树上 都要用罗网 那这是 富贵 到了极处 那么这个 一切 一真 假实 假是将的像 实是将的性 假是将所变的万法 实是将能变的心性 荒体 即使阿弥陀佛 三神四等 毫无差别 阿弥陀佛的 法神 报神 硬化神 这个叫三神 三神里面 什么叫法神 比较难懂 比较难懂 我们再次 六六点 介绍一下 这个法 从理上讲 这法神 主要记住 法神 从理上说呢 就是真心 本心 这从理上讲 从四上说呢 就是一切万法 一切万法 是自己 这是非常非常难懂 我们从一个比喻当中 细细地去领悟 譬如做梦 我们凡夫 都有做梦的经验 在梦中 一定有自己 不可能的 做一次梦 梦中没有自己的 这不可能的 一定有自己 你也梦到很多人 也有山河大地 也有树木花草 梦中所有的境界 在醒来之后 细细去想一想 从哪里来的 这个 有不少人知道 梦是我们意识心变现 它是能变的 梦中境界是所变的 行过来之后 想一想 梦中自己的 那个我是我 梦中别人 是不是我呢 是我变的 不是他跑到我梦里来的 梦里面山河大地 还是自己啊 心外无法了 法外无心了 是一个啊 才晓得 宇宙一切万有 原来就是一个自己 除自己之外 什么也没有 你能够把这个道理 想通了 这个事实肯定呢 就叫你真的发生了 你就真的发生了 真的发生之后啊 你对于一切人 自自然而 你就爱护了 为什么呢 不是别人 是自己 一切众生 就是自己 所以对于一切众生的爱护 没有条件啊 母亲爱儿子 是有条件的 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啊 是有条件的啊 真的发生之后 没有条件 所以叫无缘大慈 这个佛法里面慈悲 为什么叫大慈大悲呢 就是因为没有条件的 慈悲用现代人的讲法 就是爱护 无条件 平等的爱护 因为他知道 一切万法是自己 爱护一切众生呢 就是爱护自己 是这么一个道理 是这么一个事实 报神是智慧 没有智慧 对于这个道理 你不了解 对于这个事实 你也不能肯定 智慧不够 报神是智慧 硬化身 是起作用 就是用硬化身 去实行大慈大悲 慈悲在化身里面 是具足的 它不起作用 到硬化身 它就起作用 像释迦牟尼佛 一定要先一个人生 出生在我们这个世界 来教导我们 这叫硬化身 所以这个才起作用 他就会自作用 但是主要晓得 三身是一体 一二三 三二一 佛 居足三身 问问我们自己 有没有呢 我们自己 跟佛一样 也是圆满 居足了三身 但是因为我们迷了 没有智慧 这个是 拒而不迷 我们现在迷了 迷的什么呢 迷的发生 我们对于发生 虽然有 虽然在眼前 但是业无所知 死也不承认 那什么法子都不承认 可见的 迷惑 颠倒 执着实在是 非常非常的严重 死不承认 所以我们今天 这个报身 叫夜报之身 佛菩萨 是智慧的报身 我们是夜报 造的善无夜报 那么这是 为什么凡夫跟佛不相同 就是凡夫始终在迷显然 不觉不正不清静 所以这个 缺正静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三生 统统都 献钱了 四顿呢 是长落无尽 三生 都有四顿 长 是不生不灭 这个叫长 诸位晓得 我们今天在迷 我们所感触的 所有一切法 都是生灭法 福菩萨 看一切法 都不生不灭 那么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是 我们用的心不一样 我们用的心呢 是生灭心 就是念头 一个念头起 一个念头灭 这个心叫生灭心 用生灭心 观察宇宙人生 统统都是生灭的 那佛的心呢 是真心 是用的本性 用的真心 真心不生不灭 真心是没有念头 没有念头 没有念头这个心 那就没有生灭了 所以用真心 来观察宇宙人生 宇宙人生 是不生不灭 这叫长 昨天跟诸位 特别强调一个定 定心里就没有生灭 如果我们心里还有念头起灭 那不是定的 定的是什么 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生灭的念头 没有了 那才叫定 所以用真心呢 才能够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用这个生灭的念头 这个心呢 是永远见不到宇宙人生的真相 佛菩萨用真心 所看到的是四十真相 他给我们说明真相是什么样子 我们把心定下来 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打掉了 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境界 就会跟佛说的一样 这叫清正 所以佛所讲一切境界 都等着我们去清正 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亲自就把它证明 证实 佛家的没错 可见的 佛的教学是真实的 不是欺骗我们的 他要我们通通真实 那么有确实有长 有不生不灭 有母 诸位晓得 我们现在凡夫啊 这个长乐无尽四个字都没有 有名无尽 等到你几时真正的成就决真境了 这个长乐无尽这四个字都是实在的 都不是讲的 无是什么呢 佛经里面讲无的定义啊 是主宰 是自在 这叫功 那我们想想 用佛经这个定义 主宰 我们自己真的没有 如果要有的话 我应该年年十八了 我才能做得着主宰啊 我会老 会病 会死 哪来的主宰啊 没有主宰啊 所以啊 世间确实没有某啊 自在 更不必叹了 如果真的自在 应该在生活一切都称心如意啊 那才叫自在啊 有一桩事情不称心的 那就不自在啊 所以到了你明心见性啊 那你就真的都自在了 真的都自在了 像经商描绘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这些人 他们这个生活状况 那地区是自在 地区是主宰 弱是真弱 永远没有苦 没有烦恼 永远清净 决定没有一丝毫的污染 长落 我尽在西方世界 人人居足 圆满居足 回头看看我们这个六道 不要说我们人没有 天也没有 天最高的天 飞翔飞翔出天 寿命长 佛给我们讲的 他的寿命 以我们人间这个数字来讲 是八万八千 这个用现代的话来讲 天文数字 这个数字太大 他还有到的时候 到了他还是要死 还是要堕落 这个不是究竟 所以六道里头 长落我尽 统统没有 这个是尽量信的人才有 没有尽信的人 没有三生四得 那么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意思 就这样 我刚才给大家所报告的 我们要能够体会 他的精益 他的精华 是僧佛 我们是重生 我们跟佛是平等的 离上平等 四事上也是平等的 现在有个不平等的假象 那是迷雾不同 他们是聚 物了 叫甚 我们是迷 迷雅叫板 就这一点不同 除这一点之外 没有一样不同 所以佛对于众生是尊敬 因为他知道跟众生没有任何差别 众生对佛呢 敲气 为什么呢 供高莫慢 自大了 不了解四十点真相 所以这一点 我们要知道 我们对人要尊敬 人家对我们不尊敬 是应该的 他不明了四十点真相 我们了解 那对人不尊 就是对自己不尊 就是对于诸佛菩萨不尊 在中国来讲 对父母不尊 对司长不尊 这个要想的 特别是我们遇到不同的宗教 我在美国参观 天主教的教堂 拜会基督教的教堂 到他那边 我们要行礼 所以他们对我们的接待 一时同仁 非常欢喜 为什么呢 我对你要尊重 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 你敬上帝 我们中国人也敬上帝 佛也敬上帝 上帝是个什么人呢 天上帝地亡 过往 像我们在美国 我们对美国总统不难不尊敬 到任何一个国家 而远之 他为什么远呢 他对于鬼神的情况 并不知道很清楚 所以对他保持距离 佛法呢 没有距离 为什么没有距离呢 鬼神也是众生 也是自己信得变现之物 所以就是自己 所以这个地方讲 即使阿弥陀佛三生死的毫无差别 也就是自己三生死的毫无差别 如果你要讲到上帝 就是上帝的三生死的毫无差别 他完全是平等的 这才是四世真相 我们这个心胸里面呢 界限完全都没有了 各合没有了 界限没有了 你的心多大呢 静虚空变法界 心量大快乐 心量小 跟这个人要画界限 那个人要画鸽子 把自己也拘束在里面 跟这个也冲突 跟那个也矛盾 苦不堪言啊 这些苦从哪来的 自己制造出来的 自己无知 在那里分别支出 从这来的 所以佛法讲解脱 问你解什么 就是把这些界限给解脱 所以佛跟一切人 一切众生 一切万物 不划界限 决定没有分别 决定没有支出 所以才是 心包太师 两周杀戒 这是诸位 方向亲道 这是我们自己 本来面目 这个界是世界 世界呢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星系 我们今天讲银河系 这一个银河系 在佛家讲 是一个世界 世界有多少呢 像沙一样 这个沙是形容动物 无量无边的世界 我们的度量能够包容 我们的心像太虚空一样广大 我们的度量能够容纳一切世界 没有一样不能包容 所以这个是 阿弥陀佛三生寺的 毫无差别 里面的精华 精益 是要让我们体会自己 跟一切众生 跟阿弥陀佛五二无边 那就对了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点了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